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都网点评 我是李思 芷特新总理领导的中间编右新政府 在上年12月中旬上任 国园内被视为是对华英派的外交部长 一上任就表明他的反华倾向 有分析人士认为 芷特新政府推崇人权外交 可能重新检讨他与北京的关系 并与台北加强往来 芷特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立陶园 美国之音报道 芷特新总理非阿拉领导的多数派联合政府 在上年12月17日正式成立 芷特共和国在1993年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后 即和北京建立大士级外交关系 2016年3月双方元首 互签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为双方关系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刻 但随着非阿拉总理所领导的中间偏由政府正式就任 分析人士预期 双方的关系恐怕将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认为新上任的芷特政府将会一改革政府的亲中交易路线 在前总理的领导之下 芷特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 对人权的支持即是具有选择性 但新政府一上台就改言逆设 未来对外政策将会明显靠拢欧盟 并依偿欧盟的准则和规范 也即是建立在人类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的价值观上 芷特新政府不单会重新审视与北京的关系 区计联合执政协议也明确表明台北是需要加强关系的伙伴 分析认为在北京的眼中 芷特将会是另一个立陶园 与其芷特将会面临立陶园前一排遭受的待遇 例如是来自北京经济方面的脅逼 以及政治上的议题 芷特新政府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重新审视双方的关系 但最后很可能追随立陶园的脚步 退出17加1 即是北京和中东欧国家建立的合作机制 原因就是中东欧国家 没有收到来自于北京的很大的经济利益 包括捷克在内的很多国家 都纷纷抱怨北京光雪不连 有分析认为目前捷克的反华情绪 多少也是借着反华来向北京施压 顿促北京履行17加1机制的承诺 这个也是捷克突然对北京趋于强冷的背后 不能够忽视的经济考量 有分析认为捷克和北京的关系正是处于低潮 而这段低潮期的长短 将会取决于捷克内部政治势力的变化 以及北京是不是及时调整步调 好了,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看